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这编炮放到我汽车后备箱 把裁缝的炮炮放到后备箱 是绝对禁止的 这些啊都是今天早上刚准备的 慢慢回家路 哪种食物才美味又健康 最适合春运旅途 新闻大求真 回家过年 正在播出 报告老板 我们春运小生蛋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很好嘛 咱们咖啡馆啊 今年有你们几位的努力 经营得非常不错 你们辛苦了 过年你们准备怎么回家 我坐火车 虽然说只买到了站票 不过没关系 为了过年整都不降税 我呢准备坐大巴 顺利看看那沿途的风景 我找了一起拼车的人 打算搭车回家 那就祝各位平安安回家过年 过年期间啊就辛苦求求你参参家 没问题 求求保证完成任务 嘿嘿嘿不错不错 哎 胖婶呢 来了 在这儿呢 胖婶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我家可远了 要坐十个小时火车 然后再转车 再坐六小时火车 再坐轮渡 过上一条河 我还要坐五小时大巴车 开到家呢 这一路在好远 要吃好的东西呢 东西那么贵 我就到超市把要吃的东西都买齐了 嘿嘿嘿嘿 不过胖婶 你带这么多报纸多沉呢 我把我的太太借给你 再下上一套广场舞拳品 你看怎么样 哎呀 这报纸不是用来看的 这路上得多累呀 你要是疲倦了 你就把报纸往地上印 嘿嘿 你就不是能歇会儿了吧 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这个报纸当坐垫 背包当枕 大义当背 以前坐火车都是这样子的 啤酒 饮料 矿泉水啊 花子 花生 发面面 腿抬一下 腿抬一下 没错没错 春韵啊 就是这个味儿 来啦来啦 哎 您好 这个是您的快递 太棒了 我都以为过年前 我收不到了呢 这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批货了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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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那就祝您新年快乐 也祝您新年快乐 好嘞 小天 杨杨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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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咱们的春韵神器啊 终于到了 这乱七八糟的都是这什么东西啊 春韵神器啊 胖神 啊 还神器 你看我这不是 买火车票只买得了战票吗 啊 只要有这个 我就能把战票一秒钟 变成沃通 把它升到一个合适的高度 这个卡好 这个垫子呀 又插销 固定好 睡觉的话就像这样 你这个玩意儿看着还有点意思啊 我这个才叫厉害呢 这个呀 叫做鸵鸟枕 戴上这个之后啊 就可以隔绝外界 一切干扰 头也不会东倒西歪的了 不是 我说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到底靠不靠谱啊 对呀 这都是忽悠人的吧 突发起扭巴的 就不会伤到脊椎什么的吧 要知道所谓的春运神奇是否管用 我们还是到春运的现场看看吧 今年全国春运旅客发送量 预计将达到30.28亿人次 创下历史新高 据报告显示 今年春运火车返乡人均耗费15.36小时 而对于旅客们来说 拥挤的车厢 长时间的行程 如何才能舒舒服服的度过漫长的回家旅程呢 有不少人调侃 如今没有个先进的春运装备都不好意思挤火车了 于是为了应付旅客的疲劳 不少春运神器便应遇而生 但是他们真的有用吗 在车上什么样的睡觉姿势才更健康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猪猪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湖南长沙的高铁南站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 很多的过节返乡的旅客朋友 那他们现在的心情呢 应该是既高兴又紧张又迫不及待呢 但是啊 旅途慢慢坐车的时间也特别辛苦哦 那接下来 猪猪要给大家安利几款火车神器 这几款产品呢 都是目前在网络上卖的特别火爆的产品啊 据说是能够让大家在火车上坐着也能睡个好觉 这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哪一款又睡起来更舒服呢 接下来先去问问大家的意见 走吧 你这个以前见过吗 你这个以前见过吗 没见过 用过吗 你可以伸给我印象吗 你知道吗 应该是睡觉那个 可以睡着 哎呦 这个你觉得你抱着能睡着吗 嗯 嗯 我在哪儿都能睡着 在哪儿都能睡着 你厉害 哎哎 小心啊 手放得上去吗 可以 有点憋得好 对 对对对对 睡着也行啊 拼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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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在火车上嘛 一般桌子都很阴的 摔上去就没有那种像家里枕头的感觉 这个的话鞋带不方便吧 这个就是有点硬嘛 所以你选这个 这个方便一点吧应该 这个吧 这个比较方便 而且这个有点遮光 这个 美女你觉得你会选哪个 你也选这个吗 哇 你们都好败心啊 好败心啊 好败心啊 败心啊 方便一点吧 睡得再丑也没人看好 哦 这个是关键 你觉得这个好是吧 你会选这个 第二个它会 就是把我的发型弄乱 这个地方感觉起床 我感觉我的脸 我的头发就会变成一锅粥了 我觉得这个好像 我觉得有点恐怖 带着的话把气给放 如果要充气的话 直接就起来了 这个方便携带 根据救助刚刚的调查呢 这几款火车神器啊 还真的是各有千秋 那朋友们也都选出了 自己心仪的那一款 到底哪一款 在车上使用 会更加的舒服呢 我们还是上车去找志愿者 试一下吧 出发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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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样呢 您可以坐到我们事前准备好的位置吗 到前排去好不好 好 谢谢 好了 现在呢我们的既舰表已经就位了 接下来 珠珠要把我挑选出来的 四款火车神器发给大家 还有两样 好 好 你们想试哪一款 我随机出去了好不好 好 我们反正待会呢 大家要轮换着感受一下 就是每一款有什么样的区别 来 这个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大家就可以进入睡眠状态了 你们能睡着当然是最好了 那珠珠待会呢 过十几分钟回来看一下 大家的用使用的情况怎么样 好不好 大家都已经睡了 睡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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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使用起来 压着脸 脸好痛的 是我比较胖的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还好 就是有点脖子有点累 两边可以固定手 然后它固定头不用摆来摆去 好舒服的 而且好舒服 是吧 要有点闷闷的 有点的感觉 好 这样爬着睡 脖子还是会痛 这就睡着了踩着踩着 脚就松了 为了睡着脚是放松的 它就会跑 就会动 对 然后动一下就晃一下就行了 睡醒了吗 这个还可以是吧 想继续睡是吧 一定要继续 就比较闷 然后拍着睡不舒服 因为这里背部会酸 然后肩膀这里很紧 为了验证我们的火车神迹 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效呢 我们在返程的路上 又找到了四位志愿者 来加入我们的实验 哈喽 你们好 谢谢你们加入我们的实验 那接下来呢 我已经分发给你们了 我们每个人就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睡着好不好 它不太方便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是一根柱子嘛 它会受伤 对 它会有点晃 好暖和的 好暖和的 很软啊这个 脖子还是会觉得不舒服 就是要固定更稳一点 就更好一些是吧 对 就是说它的这个手的这个 似乎好像还要紧一点 头往下感觉整个身体 上半身的重量全部集中在这里 这里这里 就这个压特别难受 我感觉这个可以让我的脖子 放松一下 我选这个 你选这个 你选这个 你会选哪个 我也会选这个 你也选这个 你真的睡着了 你呢 你吃了这个感觉怎么样 你那个 它不舒服 看来呀 这几款火车神器啊 还是各有千秋呢 但是有的人觉得呢 长期趴着睡 久了之后啊 这个脖子呀 肩膀啊 背部都会比较的酸痛 还有人说呢 头没有办法完全的固定住啊 还是会左摇右晃 那究竟哪一款火车神器 能够让我们更加健康的睡眠呢 我们还是去问一下 专家的意见吧 我们带着火车神器 找到了 香雅副一 急诊科的主任李小刚 他分别都适用了 我们的火车神器 这种呢 可以说是在这四种神器中间 相对来讲 感觉舒服 舒服一点 这个 总的来讲 整个这个鼻子跟嘴巴 是紧贴在这个硬板上面 所以周围的空气很难进去 那么养的供应很少 这个神器 刚才我试用了一下 它必须要求这个颈部啊 不能移动 这种神器呢 而且对肌肉的这种持续用力啊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伤害 而这种呢 两个手臂舒服一点 但是头部跟额部长期固定一个姿势的话 它也是很难受的 从医学角度来讲吧 我还是建议不要长时间的去尝试这种神器 如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能够在车厢里适当的去走动 没有进行任何一个活动的话 很容易导致下肢静脉的血栓形成 长途汽车啊 是不适合于在车厢里来回走动的 因为它有一点危险性 那么我们坐在座椅上 深深揽腰啊 扭动一下脖子啊 这样的话 也会使全身的这个血循环啊 能够维持到正常状态 所谓的火车神器 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火车上缓解疲劳 不过西文大球针也提醒您 如果久坐不动 无论哪一种姿势保持久了 对身体都是不利的 对身体血循环有所影响 建议您长途旅行疲乏式 可以多站起来在车厢内活动一下 原来在车上睡觉的姿势 还有这么些讲究啊 那我要上网去查查看 哪个人叫姿势最适合胖婶 我先走了 这个胖婶啊 幸好呀 我是自己开车回去 不用跟你们这个年轻人骑火车 要不然我这个身子股肯定散驾 老板 急火车还好 只是人挤人 开车更痛苦 是车挤车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会堵车嘛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余老大 你去年不就是开车回家 结果堵在了高速上吗 因为我记得你当时不是还提着两只活鸡呢 不要提那两只鸡了 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啊 他们早就闷死到后备箱里了 啊 这个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人家说 汽车后备箱里面不能够放活物 为什么呢 曾经啊 新闻大求真就做过这样的实验 求真记者在市场上买了一只鸡 一开始这只鸡还是活蹦乱跳的 我们把它放到后备箱中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趟校长举例的旅行 在长沙和乡南之间的高速路上 行驶了一个半来回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来到了乡南市区 现在这只鸡怎么样了呢 我们发现这只鸡不像刚买的时候那么活跃 已经奄奄一息了 首先啊 汽车后备箱里的甲醛超标 因为后备箱长期封闭 所以材料中的甲醛得不到疏散 只能在其中不断的释放和累计 其次呢 对于旧车而言 后备箱的密闭性会随着行驶而降低 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很可能渗透到后备箱当中 最后啊 由于后备箱没有座椅和安全带这样的固定措施 所以物品在行驶当中会不断的发生磕碰 因此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 汽车后备箱当中不应该放置任何的动物 看来这开车也一点都不轻松啊 是啊 去年我闷死两只鸡 我说了 我还差点 差点什么呀 什么 你差点在车里如厕 这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嘛 对吧 你们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 什么 厕所离你只有20米 你却永远也到不了 什么意思 现在是春运火车上面人挤人 你转个身都困难 你还想上厕所啊 那简直叫做跋山涉水 你说的这么恐怖啊 那当然 哎不过没关系 今年我准备了好多的如厕神器 哦 看看看看啊 哎 惨叫鸡 啊 我想上厕所的时候呢 我就捏一捏它 一边走就一边按 哎 人家只能听到惨叫声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玩意完就会乱开一条路的呢 你这个玩意儿 这太刺耳了 别吓着老子小孩好吗 倒也是 不过没关系 我还有呢 啊 哎 你看看 成人鸡尿裤 啊 还有这个行车尿袋 还有这个孕兔袋 哎 老板 你不是要开车回去吗 你看上哪个了 我送给你啊 嗯 自己留着用的不用的不用的 哎 您好 请问是哪位先生订的鞭炮 哎 我订的 好嘞 给您 哎呀 谢谢了 哎呀 赶紧的看一看 哇 老板 你买这么多鞭炮干什么 回老家放嘛 你看 大年三十的晚上放一挂 图个大吉大利 然后呢 大年初一的早上放一挂 驱赶年寿 这个到了大年初五再放一挂 那叫破五 破五 新年承载了一年的希望和期待 所以啊 过年期间会有很多的禁忌 什么饮食啊 出行啊 都有很多的规矩 只有过了初五才可以百无禁忌 所以这就叫做破五 哦 还有一个说 那就是 银财神 嘿嘿 而且说呀 谁占了鞭炮最长 这个想到最后 谁就可以 轰轰火火一整天 这一挂大鞭炮 那可是五天想啊 所以看样子 今年最红最火的就是我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得看一看这个鞭炮质量怎么样 哎 嗯 不错不错不错 这鞭炮挺好的 那个 阿达 帮我把这鞭炮放到我汽车后备箱 好嘞 等等 本来大过年的 求求不想扫大家的信 但是你们把拆封的炮杖放到后备箱 是绝对禁止的 为什么 因为后备箱里的氢电和摩擦 可能把鞭炮点燃哦 给你们看 每到过年 司机们的汽车后备箱里 都会放上满满当当的年货 而其中 有不少人也会将购置的烟花爆竹 直接放在汽车的后备箱 但是 你知道吗 如果是拆开的鞭炮 再经过长期颠簸 车内温度上升 烟花爆竹在后备箱里 可能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而曾经 福建全州的王某和棋子 将买来的爆竹 放在了摩托车的后备箱内 现实途中 由于山路崎岖不平 车辆颠簸和天气炎热 导致后备箱的爆竹自然引爆 王某摩托车的后备箱被炸烂 王某的后备也被炸受伤流血 2011年1月27日 在国道206高速皇城收费站 一辆轿车后备箱 突然传来编炮的响声 车身被震的是左扬右晃 司机拉开后备箱一看 直接里面烟雾弥漫 原来是他的后备箱内 有三挂编炮包装破损散落了 车子行驶过程中 编炮来回摩擦引起了自然 今天的实验 我们制作了一个透明的后备箱 同时我们在这个后备箱内 放上一些年货来模拟新闻的案例 放置习惯拆开散落的鞭炮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将特殊持久的后备箱 固定在一辆越野车的顶部 另外我们还设置了路障跟解速带 将会模拟 汽车行驶时的颠簸入面 和几爪弯的路况 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备箱里的年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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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每当车辆经过减速带时 模拟和尾箱就会产生震动 同时内部的烟花爆竹 就开始各种特导西歪相互摩擦 我们继续一干越野车 不停的压制解锁带颠簸形式 天哪 这才一个多小时 怎么就突然起火爆章了呢 在地步路面上行驶 真会有这么危险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车辆的后备箱长时间存放烟花爆竹的话 在车辆的行驶过程中是会产生颠簸的 这样的颠簸会产生摩擦 这样的摩擦会产生火花 会引燃这些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 应当经公安部门的许可 运输烟花爆竹的驾驶员 应当具备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资格证明 此外 车辆还应随车携带 相关的运输许可证明 交警告诉我们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品 私自运输 一旦产生了微小的进化行为 都有可能造成烟花爆竹被燃 这些烟花爆竹聚集在一辆车上 就是无力十足的炸弹 不仅有可能对自身和运输车辆造成重大伤害 还有可能给出门人员和车辆造成不可网关的伤害 是种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请您记住 禁止在后备箱放烟花爆竹 您好请问那个贺俊达先生在买 他订的炸鞋刀了 他不是吃过饭的吗 我确实是他的 肯定是他的没错 行吧那我我替他珍收的 好嘞谢谢啊 谢谢啊 什么炸鸡这么香啊 哈哈哈 哎不是炸鸡啊哈哈哈 就是这个味儿 哈哈哈原来是方便面啊 来一桶吗 我买了好多呢 嘿嘿嘿 放神算了吧 你这一路就打算吃这方便面吃不腻呢 哎 方便面配火腿肠可是做火车的标配呀 你不吃这个你吃什么呀 哎呦 你看 我准备了寿司 不仅营养均衡口味清淡 而且一口一个吃起来非常方便 这里面有鱼籽酱的 蛋黄酱的 金鲲鱼酱的 各种口味都有 我建议你还是趁现在就把寿司吃掉吧 因为寿司在温暖的车厢里是很容易变质的 你看 寿司呢 因为它是用熟米饭团和各种荤素菜搭配加工而成 那么在手工制作过程中呢 容易存在一个大肠菌群和梅菌树的一个超标 特别是在长途旅行中 这种高温密闭的环境下容易滋生细菌 嗯 小天啊你手艺不错呀 没想到我的春运失良 就这么贡献给大伙了 哎呀婆子 给我们吃的不算浪费 要一样去 哎 你们准备的都是些什么吃的 嗯 我最近啊 减肥 所以呢我准备了一些水果和酸奶 你看 这些啊 都是今天早上刚准备的 非常的新鲜 哇 好棒啊 我看你这些水果 一直现在给大家分了吧 哦 不是吧 因为切好的水果在温暖的环境里 可是很容易腐烂的哦 你看 因为水果中呢主要含有的营养素呢 就是维生素C 那么VC呢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呢 容易氧化 特别是切开的水果 那么就是一个细菌滋养的一个温床 都会细菌啊 都会带到果肉当中 来引起这个果蔬的一个腐烂 所以呢 建议呢 如果长途旅行中带水果 尽量是整个食用 比如说苹果 香蕉 橘子等 嘿 我们欢迎啦 你们谁还有什么吃的 赶紧拿出来 让球球给灰激一下 老板 东西放好了啊 我的炸鸡这么快就到了 我正想问你 你不是刚吃完饭吗 怎么又订炸鸡啊 这个是带在火车上吃的 等你到车上不都冷了吗 对啊 冷了也照样可以吃啊 哈哈 球球有话说 哎呀你说 我看这些炸鸡 也趁现在给大家分了吧 哎 为什么呀 这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吃冷掉的油炸食品对肠胃不好 你看 本身这个油炸食品 因为它富含脂肪 能量就比较高 容易造成在胃内积存 刺激胃酸的分泌 另外一个生冷的食物呢 就更不利于胃的蠕动 老板 你带着什么东西啊 惦记我的饭菜 我怕你们是要空欢喜喜场的 我老婆知道我的肠胃不好 所以特意准备了一个保温饭盒 嘿嘿 里面有菜 还有汤 哇 而且呢 我怕这些东西在路上冷掉 所以我还特意准备了 自热米饭 随时随地自动加热 嘿 有了他们 我这路上八个小时 就不愁了 什么八个小时啊 我看这些饭菜也正现在给大家分了吧 因为米饭在车上也放不了多久哦 嘿嘿嘿 嘿嘿 难道除了方便面之外 我们在路上可吃的就没别的了吗 关于长途出行应该携带什么样的食物 我们还是看看专家怎么说吧 这个长途旅行人呢 本身身体容易疲劳 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带一些 比如说古类的主食 吃一些全麦的面包 可以补充这种营养素的一个缺乏 那么在肉类方面呢 我们还是首选的是牛肉 那么可以带一些巧克力 这些呢 因为它体积小 同时热量又比较高 我们还是建议各位旅客 喝一些热水 喝一点淡茶 它能够缓解疲劳 嫂子做的菜真好吃啊 手艺真棒 大家爱吃的话 就过完年之后都去我家 给你们多做几道 哦 好了 这个今天大家都要去赶车 所以呢 我们就提前下班好不好 好 来 给大家提前拜个年 祝大家 新年快乐 集合一下 新年大集 老大一分 老大一分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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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皮肚好疼 不好 快拦住它 等等 等一下 我们给大家拜年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大礼 新年大礼